一波王炸凤战队的 杨凯 请看回事 全一会光结束 然后现在刚回来 趁这个时间 跟他们约在一起总结一下 然后同时一起训练一下 就是海选第一场 海选第一场我记得就是 还是挺稳的 他第一个问题是出战 他没有脱波 对吧 有一点点失误 就是还是要稳 只要你一失误 他就有机会给你扣分 我们动作的稳定输出 就是体力问题 体力 就一定要自己很累的收斂 就这个时候才能提升你 帅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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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站 走 接下来请我们稍微再喝水 稳住 你每一次赛分 都敢跟你自己就在比赛 帽子掉了 赛分 你看 这个地方就感觉不熟练了 音乐 太厉害了 批地舞进了奥运会以后 学批地舞的小朋友其实更多了 家长认可 然后我爸妈也认可 对 我爸妈也看我比赛了 全会 然后就说这是我儿子 我擦在全赛的时候 他给那些人亲戚说 这是我儿子 对 除了 北平进入奥运会了 就可以为国争光啊 为四川省争光 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的大目标 就是世界冠军 街舞现在进入奥运会的话 这是对于我们 这 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 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嘛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欣慰的 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能够去 有时候为国争光啊这种 所以说 他进入奥运会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荣幸 如果奥运会一直有的话 我希望在我舞蹈生涯里面 我能培养一个奥运会冠军 这是我现在最想的一件事情 未来其实还有很多挑战 接下来第一个挑战 就是浙街市的总决战 本来以为参加完浙街山的时候 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对我来说跳舞 你不可能拿了冠军就不跳舞了吧 这次我们浙街山的冠军毛巾 放在这儿也是会提醒我 不断地超越自己 所以说每天还是保持 练习的那个时间和状态 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杨凯有新东西 新的 新的 没见过 去年叫我杨超越 今年继续超越 这就决战组 总决战 凯哥接下来 我来了 我又来了 接下来请王一博队长一句话推荐作品 凯哥 勇敢去闯 等你凯旋归来 有请一波王炸棒战队杨凯 带来总决赛作品 凯旋 凯旋归来 相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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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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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杨恺 接下来有请 现场投票权的164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作品 请将手中绿色毛巾 请记住是绿色毛巾 扔向舞台 不喜欢则不投票 在本轮投出毛巾的评审 在下一轮仍然拥有投票权 3 2 1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 接受采访 有请 欢迎杨凯 欢迎我们的帮跳嘉宾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那同样也是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 一波王炸的队长 王一博队长 对于杨凯的这支决赛作品 有什么样的点评 你头凉不凉 冬天了 其实这个作品还是 确实有点凉 我第一次尝试嘛 这么好多个舞台 我觉得应该尝试一下 这就可能是我必不有的态度 态度 大家觉得我态不态度 这就是一波王炸的态度 但是我还是忍心没有让他们自觉的 你们有没有态度 他的态度 我就 máximo 我还把心撀 那我觉得他一定能不会看到 我等到你 最后她有人鼻子 超越了 感谢队长 终于第一次得到发奖 非常的感谢 伯格 这是我们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总冠军 我知道 您觉得他在第四季的这个总决赛的作品水准如何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水平不应说了 都拿了冠军了 就不聊水平 水平肯定是高水平 上次也见证过了 就是一上来以后 已经带着这个 有一种王者的风范 是不是啊 一看气势已经在这了 这个绝对的 有的时候啊 人就是要趁势而为 就是这个势在身的时候 就这个勇往之前 希望后来过一会儿 能够看到你这个更加的表现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一心队长也是见过凯哥在第三季的那个总决赛的舞台的表现的 觉得第四季的这个作品会不会新的惊喜 同意 伯格说的话 那我们就让杨凯赶紧先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包括最后这么炸的一个造型 自己整个呈现的决赛 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思 之前就是我们刚刚开始不是放了一个那个佳和的那个音乐启份嘛 然后就是家和就是我们想呈现的是一个就是学武之人去闯关 然后就有点像是我们逼迫的状态一样 面对困难融往之前一直闯 然后呢就 就这样闯过了 然后大家就在一起了 对对对 就这个故事 然后中途想的时候想的真的是让人头突 然后 对 然后想了很久 就是这个想法想了很久 最后就是 头发自然 就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舞蹈起舞去表达我们那个b-boy那种状态 然后最后我们就想了 就是 对对对 把那个 那种感觉 就燃起自己的那个状态 然后包括在之前呢 就非常感谢我的全国的就是这17位 加上小朋友 然后就是中国最厉害的b-boy 然后非常的respect他们 因为他们为了这个作品 包括还有年轻的我们这队里面的 都在有女朋友 然后都还是为了这个作品而光光的 就是那种感觉 对 我们让邦跳的两位来跟大家说一说一起合作完成这个作品的心情 好吧 因为去年也来过嘛 那今年跟去年比呢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同 那最不同的就是凯哥 凯哥他今年想法特别多 但他每次有新的想法 然后过一会就马上否定自己 然后又不断地有新的想法 又不断地否定自己 他一直在否定跟自己有想法之间来回穿梭 这凯哥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人 然后 然后今年我们成员组成部分跟去年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虽然很多不同 但是他们 我们的默契度 效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呢 就是 但是今年其实 虽然效率高 但比去年更累 原因是因为刚开始我们很快就把舞蹈拉完了 可是到后期的时候 然后我们发现越牌越不好 但是发现我们心态上面有问题 就是刚开始太容易太快了 所以后面我们就更想把这个作品呈现好 而且去年的作品大家都挺喜欢的 所以今年更有压力 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个作品 能够让大家喜欢 希望可以炸到大家 因为一波王炸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知道凯哥其实在这一季录制的 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大喜事儿 喜得贵子 然后廖博他有透露给我说 他们私下帮你掐算了一下 大概就是你去年得完冠军之后 然后你就 然后有冠军之前 今年你要是再得冠军 生三胎吗 那我看看那个 看我 三胎政策 对对对 争取吧 争取 争取以后让我的孩子参加 这就是杰弗第二世界 好的 我们再次的感谢凯哥为大家带来的决赛的作品 谢谢我们的帮跳嘉宾 谢谢杨凯 请留步 我们的帮跳嘉宾 请稍坐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